让我们欢迎潘美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 别让这份情关沉默 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 你总是如此的冷漠 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 我却是多寂寞 我却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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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心里 我却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 我却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 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多 你总是如此大 你总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 我却是多几个梦 你如何本有梦想 我会永远把你留在心里 你总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 你总是如此大 你总是如此大 你总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 我却是多么寂寞 你如何本有梦想 我会永远把你留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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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那么多么的心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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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你潘北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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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热烈 那这个潘美城是两年没到新加坡来了 但是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改变 除了发型有点改变之外 应该仔细看一下 改变在哪里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新发型 看一下 后面还有小辫子 美发院又要忙起来 很多人进去要说 我要输那个潘美城那个新发型 如果我不知道怎么输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告诉我 或者是跟我的发型师说 那最近也要恭喜你 就是你获得了就是台湾十大偶像排行榜 第五名 可是算起女生 你就是第一名了 其实我非常侥幸 没有想到可以颁到这个奖 我真的很开心 在台湾那么多的歌手竞争之下 我可以在十名以内 我真的很高兴 你觉得你是凭着什么来取悦 这些歌迷 就是让他们投票 我想我不可以很真正的代表 现在的女性 怎么说呢 我的样子就比较 有自己的样子 有自己的样子 并不是说我的代表不好 或者怎么样 就是说比较流行 可能台湾的女孩子 她觉得说 她想要像我这样的style 那没有人敢做 那她觉得我先 所以你就偶像 偶像是做别人不敢做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 我的样子 可能稍微叛逆 不过呢 我也蛮用功的 像我读书啦 或等等一些事 我都很努力 我也希望同学 你的发型可以跟我一样 但是一定要每天去上课 这个真的值得鼓掌 这个 对 对 梅会梅啊 我看得出来 在潘美成呢 果实是非常的努力 就是新专辑的 里头的歌曲 都自己编了 自己写了 对不对 自己做字做字 对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是以前你唱别人的歌呢 跟现在唱自己的歌 感觉怎么样子呢 其实会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自己写的歌 会有自己的感觉 包括画面 或者音乐怎么编 那么唱别人的 就是由别人的故事 然后去告诉我 我怎么唱 所以这个两大方面不同 又有人说你的歌曲很灰啊 跟你性格有些关系 灰 那你认为说 你自己呢 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觉得 我不是这个样子的 可能是因为 现在的一些社会 大家在很忙的 这个环境之中 会有一点压抑 那他不知道 用什么方法去解决 那么我用我的歌词 歌曲唱出来 那可能朋友觉得 我就是这个心情 然后我替他唱出来这样 一点都不会啊 姐今天有点蓝是吗 还闪闪 发亮的蓝 一个红一个紫 大红大紫 好 那今天在这里 非常谢谢潘美晨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曲 谢谢